哈喽大家好,每天下班做菜既想要快速又想要营养均衡 今天就来做一个简单快捷的鲜香营养小炒 先准备半朵花菜,给它切成小朵 然后放进一个大碗里,放上一勺盐 倒上清水浸泡15分钟,去掉花菜的虫卵和杂质 然后再准备一些黑木耳,提前给它泡发 也撕成小朵备用 一个西红柿用勺子刮一刮撕掉外皮 然后给它切成小丁 再准备几根蒜苔,给它切成段 烧一锅开水,把花菜和黑木耳焯水一分钟捞出来 先热锅烧油,炒两个鸡蛋 炒成嫩嫩的鸡蛋碎,盛出来 锅里再次少放点油,爆香葱花 把西红柿倒进来,少放一点盐,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再把花菜,木耳和蒜苔倒进来翻炒 这些食材的味道都非常的鲜香 我们只需要放一点盐和蚝油调味就行 最后再把炒好的鸡蛋放进来 放一些红椒和香葱搭配颜色 大火翻炒入味就可以盛出来了 原汁原味,鲜香营养 吃了还不长肉,赶紧动起手来试一试吧